艺术涂料通常用来改善现有家居的生活环境 能够给旧家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 因此对于翻新家装的需求而言 艺术涂料的环保性应当放在第一位 所以艺术涂料用沉默术剂 可选用环保等级较高的楼卡A加 来满足艺术涂料达到法国A加 中国绿色产品等环保等级的要求 另外艺术涂料相对于普通乳胶器而言 施工时间较长 为了提供施工工人一个良好的施工环境 艺术涂料的气味也做到了极致的要求 而艺术涂料用沉默术剂呢 自然也要选择近味沉默术剂 楼卡系列就是艺术涂料用沉默术剂的最佳之选 从施工过程到入住环境 尽可能的不添加额外的气味贡献 让消费者舒适入住 安心享受艺术涂料之美 艺术涂料用沉默术剂应该如何选择 艺术涂料分为薄涂性产品和厚僵性产品 薄涂性产品具有透薄的质感和细腻的纹路 通常在施工时也需要产品具有较长的开放时间 使得产品具有宽容的可塑性 所以可以选用楼卡A加高费点环保沉默术剂 不但能够满足涂料法国A加环保等级 且能够提供漆膜较长的开放时间 使得漆膜具有良好的施工性和应用性能 那后浆型艺术涂料沉默筑记用什么呢 那对于后浆型艺术涂料具有丰富的层次性和立体感 带来了独特的视觉冲击力 但后浆型艺术涂料对漆膜的硬度建立 有着较高的要求 因此可以选用楼卡TS净卫环保沉默术剂 其沸点角低 挥发速率较快的特性 可以有利于漆膜的硬度建立 另外其效率高 添加量较少的特性 可以使得漆膜中最终呈默术剂的残留量较少 可适用于厚浆型的艺术涂料产品当中 同时也适用于对硬度建立要求高的照明清漆 也可以改善抗回粘的效果 对于艺术涂料用沉默术剂 现在你会选了吗 敬畏沉默术剂就选乐欧卡 敬畏沉默术剂就选了